阿輝活出生命的精彩 民眾黨裡面 真的詭異的事情很多 很多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樣去解釋 但他們就是有辦法 這樣去圓 但是圓到最後 又會被抓包 怎麼都兜不起來呢 我先來請教朗東 這兩天四叉貓 矛頭對準的是 陳志涵的老公 也就是民進 民眾黨的父祕蘭 許甫罵他是愛說謊的騙子 還把責任推給李文宗 為什麼四叉貓會去嗆許甫呢 我們來看一下 四叉貓整理了一些時序 他說疑似今年六七月 有流出一段錄音檔 那錄音檔裡面 是許甫有提到 這民眾之聲 斗內的金額要 斗內的這個錢 要進到木可 是柯文哲的指令 那隨後大家就質疑 怎麼可以 民眾黨 小草要斗內給阿伯的錢 怎麼可以進到這種 私人的木可公司呢 那後續呢 許甫就跳出來澄清 說沒有啦 原本有找木可 協助處理這些斗內的東西 可是因為擔心處罰 所以就此打住 我們原本以為事件到這邊落幕 結果沒想到前幾天 週刊的爆料是說 收到有消息 說許甫被檢調約談的時候是說 民眾黨的錢真的是會進木可 那個主義是聽誰的 李文宗建議的 哇那這又跟前面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到底是柯文哲的主義 還是李文宗的建議 這筆錢到底有沒有流進木可 許甫說的都不一樣 而且重點是 四叉貓昨天罵他是愛說謊的騙子 跟現在我們等幾天啊 有沒有許甫最新的回應啊 好像目前還沒有聽到 對啊許甫跟他老婆呢 其實最近都蠻安靜的 我覺得這是因為許甫他在9月20號的時候 也有被廉政署約談嘛 然後陳志安可能也是有點擔心 因為如果你查到了這個木可 然後查到了民眾黨的競選總部 一旦他們有任何經手或調出錢的時候 他們可能都是負責洗錢的共犯 所以他們現在是非常的謹慎 避免被牽扯進去 那許甫為什麼會被說是騙子 因為很簡單 他本來在面對錄音檔流出的這個時候 錄音檔的內容是許甫很開心的 跟底下的員工講說民眾資深的YouTuber裡面 有一些抖內可以拿來支應文宣的這個費用嘛 然後也說到那個錢可能會去進到木可公司裡面 後來許甫在8月之後否認說沒有啦 那個錢不會去這個已經打住了 錢沒有進到這個木可公司 結果現在發現說呢 被這個北檢去問了這個時候 他早就按照李文中的這個指示 錢都已經進到這個木可裡面了 我認為從頭到尾應該就是帳戶沒有改過 就是他設定 因為YouTuber是這樣 你設定帳戶的時候 他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一個程序 你必須要去收信啊 然後去打驗證碼 而且還有實體的地址 他會有一個信件寄到你的一個實體地址裡面 你要把那實體的地址打開來之後 那個信封打開之後去打那個碼 才有辦法啟動你的這個帳戶 那個帳戶應該一開始設定的就是木可公司 然後木可公司他可能開了一個外幣帳戶 然後說因為YouTuber給的錢都是給美金的 他蠻特別 不管你的斗內是用哪一個國家的幣值 你給的是新台幣 他也會把它轉換成美金 匯到你的美金帳戶裡面去 那因此他們做法就是說 那個你在選舉期間 在YouTuber上面 然後叫大家幫忙你們選舉 這個就是政治現金的性質 還是政治現金法 理論上他這個戶 應該要進到政治現金戶 他可以設一個民眾黨政治現金戶 兼外幣帳戶 用這個去收 就完全是合法沒有爭議 這樣就OK啊 對 可是他就把它讓他進到 木可公司的目的是什麼 規避政治現金法而監督 因為政治現金法會有限制嘛 你後續的款項 四年內要用在跟政治選舉 有關的事情上面 會有限制 他進到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怎麼弄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會管你 法律也不會管到你 所以光是這一點 他就已經說謊 要去逃避自己洗錢的責任 然後最後簡單的講的是說 其實呢 這個我覺得整個事情會進展 黃國昌也很重要的角色 他每一步都在駭柯文哲 他一個禮拜前說什麼 焦灼四空轉 結果剪掉油門 你給他踩下去 哄哄哄 讓他知道這是車子會往前邁進的 進度會往前走的 馬上就會發現說朱雅虎也認了 李文中的話雖然還沒認 但是也已經被收押了 那接下來黃國昌 剛剛他現在又講說 檢察官同一個問題 繞來繞去 柯文哲會有自己應對 這意思是什麼 柯文哲或者他律師 有可能已經洩漏了 他們提訓的內容 讓民眾黨的人知道 這對檢察官來講 你就隔空串陣啊 你在外部散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檢察官是怎麼問的 我們只能猜測 就黃國昌講得好像 他對於柯文哲面 在裡面遇到什麼事情 遼若執掌 那不就是保證說 柯文哲人是關在裡面 可是跟外界還有某種程度的聯繫嗎 這對檢方來講的話 更加強了柯文哲 不配合的一個狀況 更離譜的事情 柯文哲不配合去被提訓 人家要去提訓 他說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結果就不去 結果黃國昌那些人 好像就是一副講說 柯文哲這些都是計算好的 他們就是一種抗議的方式 要不然就講到是說 你們這樣搞到柯文哲很疲勞 還幹嘛 心理壓力大 我覺得講這麼多 對於檢南官來講 就覺得你這是一個 不配合的被告之外 外面還有一些人 在那邊敲鑼打鼓 他反而會讓柯文哲的處境更為艱難 當然柯文哲的處境艱難 對黃國昌是百利而無以害 因為他距離他的代理當主席的路 就越來越近了 這條路他可能會越走越順 馬仔10月5號又有一批這個鐵草 他們要直衝土城 現在說要捍衛阿伯的清白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載狗 我們繼續來分析